祷告杂志 2021年8月号 各位好 今天要为您读的这篇文章 是编辑室所写 主题是 这条路你们没走过 约书雅记三章四节说 只是你们和约贵相离 要两两千走 不可与约贵相近 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 因为这条路 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这场尚未结束的 世纪瘟疫COVID-19 促使人们战战兢兢地 走着一条没有走过的路 有许多新的尝试 新的学习 也有许多冒险 不断创新 不断重来 努力适应 人们在受限制的环境中 生活 工作 活动 要戴口罩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等等 已经超过一年七个月了 每一天关注的 是确诊人数 死亡人数 疫苗等 感觉漫长难熬 但也努力的想要突破困境 恢复以往熟悉的生活方式和节奏 然而奇迹复复的疫情 以及对疫苗的顾虑 让人无所适 全球不止要对付狡猾的病毒 国际上还有战争 内乱 贫穷 再加上极端气候造成森林大火 暴雨成灾 这真是人类极大考验的年代啊 这条路 活在此时的我们 真的没有走过 面对没有走过的路 上帝老早就在圣经中 告诉我们该怎么走了 他说 跟着他的云柱与火柱 跟着他的约柜 也就是他的同在 亦步亦去的往前走 更重要的是 自卑祷告 寻求他的面 转离我们的恶行 求主帮助我们 天天顺服 谦卑 自洁地跟着他 走这条从来没走过的路 相信他必带领我们 平安抵达应许之地